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追求健康和幸福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关注多个方面 包括饮食、锻炼和心理状态 首先,让我们谈谈饮食 食物是维持健康的基础 因此,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饮食多样化且富有营养 在这方面,苹果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健康水果的代表 然而有一种食材,它的营养价值相当惊人 吃一惊它的效果甚至胜过吃十斤苹果 中老年人常常忽略了一种有益健康的食物 它具备多重好处,可以帮助身体排毒,降低血压 同时改善血脂水平,延缓衰老 这神奇的食材就是海带 海带是一种富含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食物 尽管热量较低,但它的营养价值却相当高 它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尤其有益 海带可以帮助身体排湿和排毒 这对于维持健康的生活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年龄逐渐增长的过程中 湿气和毒素的积累可能导致各种健康问题 包括关节疼痛和免疫系统失调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 海带是一种相对常见的海产品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 海带内含有一种特殊的胶质 可以对抗一些潜在的健康风险 特别是与辐射疾病有关的风险 这种神奇的胶质能够帮助人体排出一些放射性物质 通过促进肠道素变的排出 从而减少辐射对身体的潜在危害 这项发现引发了人们对海带健康益处的更深入研究 此外,海带还被认为有助于降低血脂和血压 具有清肠排毒的作用 这对于维护健康至关重要 其中一种重要成分是甘露醇 具有药用价值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和那些寻求减肥的人 海带中富含膳食纤维 有助于控制体重 协助减肥计划 还有一个令人愉悦的发现是 经常使用海带可以改善皮肤质地和促进头发生长 减少白发的出现 让皮肤看起来更加光滑 避免了黄河斑的形成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用多种方式烹饪海带 炖煮或凉拌 以满足你的口味和饮食需求 这使得海带成为一种美味又有益健康的食材 容易融入我们的餐桌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两道海带营养做法 平时中老年要常吃 酱鸭酱汁通血管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1.海带炖排骨 准备食材 海带 排骨 葱姜 料酒 制作步骤 1.将海带放在大碗中倒入适量清水 浸泡10分钟 2.处理排骨 用面粉清洗排骨 多次倒入清水清洗 直至水变清澈 用厨房纸吸附排骨水分 3.浮沫 用中小火慢炖20分钟 4.将海带刷洗干净 用刀处理成海带结 放入锅中焯水2分钟 将海带结放入砂锅 加入调味料 炖30分钟 最后加入葱花点缀 完成海带炖排骨 2.凉拌海带丝 准备食材 海带 花生 香菜 辣椒 制作步骤 1.清洗海带去掉表面的盐分和脏东西 将海带切成三段 再切成丝 放入清水中浸泡 2.准备配料 将大蒜拍碎切成蒜末 生姜切成姜末 小米辣切成圈 小葱切成葱花 将葱花 姜末 蒜末 小米辣放入碗中 加入热油 激发出香味 加入生抽 蚝油 香醋 食盐 鸡精和白糖 搅拌均匀 制成万能凉拌料汁 3.将香菜切成段 焯水30秒后捞出 过凉水 捞出控干水分 将海带丝捞出 倒入冰水中过凉 捞出控干水分 将海带丝倒入大碗中 加入料汁 辣椒油 花生米和香菜 加入芝麻油和花椒油 抓拌均匀 4.将凉拌海带丝 装入盘中 加入剩余的汤汁 即可食用 海带是一种经济实惠 且营养丰富的食材 对中老年人的健康 有许多积极影响 其价格清明 只需少量投入 就能获得众多益处 中老年人适量食用海带 有助于降低血压和血脂水平 促进整体身体健康 同时还有可能减缓衰老过程 总结 看完记得给我点个赞 点个赞看 如果觉得有用 可以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观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